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到臺灣除了工作 也不忘要吃美食 其中他最難忘的就是蒼蠅頭 嘗過之後他笑說名字很可怕 但超級好吃 豬腳肉大火邊香逼出油脂 加入生辣椒 韭菜花與靈魂食材豆豉 快速翻炒 空氣中瞬間瀰漫濃郁 鍋香氣 鹹香豬肉搭配清脆韭菜花 尾韵則帶出豆豉的甘甜滋味 鹹甜與香辣融合超級下飯 川菜餐廳常見的這道蒼蠅頭 其實是駕槓台菜 月末三十年前由黃沈老媽研發 由於黑色混圓的小豆豉 搭配鮮綠韭菜花 如同樹叢中的蒼蠅一樣 採取名叫做蒼蠅頭 然而看似奇特的菜名 味道卻一點不馬虎 就連會大執行長黃仁勳 也被驚艷到了 鐵鍋燒燙 將豬絞肉煸炒逼出油脂香氣 加入蒜末生辣椒與豆豉 大火翻炒 最後再零點調味料體香 就能上桌 蒼蠅頭同樣是KIKI餐廳的招牌菜色 特地挑選口感較清脆的韭菜花中段 搭配綿密豆豉增添層次 辛香料炒出滿滿鍋氣 又香又鹹又辣 來到花娘小館 餐蠅頭更讓黃仁勳 這回來台吃了讚不絕口 雖然都叫蒼蠅頭 卻各有特色 花娘小館走的是道地川櫃 KIKI餐廳重鹹重辣 黃成老媽則是鹹甜香融合 首先會有豆豉的鹹香 然後會有蒼蠅頭的鮮美甜味 喜歡甜味重一點的 就是糖加多一點 然後炒進去 我有吃過像是在加皮蛋進去 一道蒼蠅頭擄獲AI教父 見證台式料理魅力五球 我們記得有主持人林仕環 台北參訪了